iOS 18.1 Beta 1中的新Siri,ChatGPT高级语音模式发布,Meta将焦点从类名人AI聊天机器人转移,三星Galaxy Z Flip改装仅用摄像头,iPhone 16 Pro的WiFi7预期,iPhone SE4,OLED面板供应商曝光。 iOS 18.1 Beta 1的发布为Siri带来了与苹果智能集成的革命性转变。 在iPhone和iPad上,Siri现在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呈现,表现为一种迷人的发光,覆盖整个显示屏。 这位用户创造了一个视觉上令人惊叹和身临其境的体验。 在Mac设备上,Siri采用了更简化和专注的外观。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增强是Siri在连续查询中保持上下文的能力得到了改进。 当用户出现轻微的语音错误或发音错误时,它变得更加宽容,提高了整体用户体验。 此外,在iPhone和iPad上,用户可以通过只需双击Home欄,在任何应用内方便地进行类型请求,提供了额外的可访问性和便利性。 iOS 18.1 Beta 1中的Siri成为苹果产品知识的全面信息来源,它在包含苹果知识文档的模型上进行了培训,能够就苹果的产品提供更准确和详细的响应。 然而,在未来的更新中仍有巨大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展的潜力,预计功能包括与ChatGPT的无缝集成,理解和适应用户个人上下文的能力,引入新的应用内操作,以及能够感知屏幕上显示的内容。 苹果强调,这只是持续改进之旅的起点,最初的变化代表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但用户可以期待未来更先进和复杂的能力。 OpenAI于周二开始推出ChatGPT的高级语音模式。 最初可供应小部分ChatGPT Plus用户使用,该功能于5月首次展示,声音类似Scarlett Johansson,这引发了争议。 Scarlett否认了许可,OpenAI随后移除了声音,发布于6月因安全改进而推迟。 高级语音模式不同于当前的语音模式。 它使用GPT-4O,这是一种减少延迟的多模式模型,能够感知情感语调。 OpenAI正在逐步发布它以监控使用情况。 该模式仅限于四种预设声音,并引入了新的过滤器来阻止与音乐和受版权保护的音频相关的某些请求,以避免法律问题。 Meta已经关闭了允许用户与名人替身版本进行交流的AI聊天机器人。 这些聊天机器人是Meta去年9月宣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不再可用。 关闭是在Meta周一推出AI工作室之后,这是美国创作者制作自己的AI聊天机器人的工具。 Meta似乎正在关注这个新方向。 Meta最初的名人聊天机器人名单包括像Charlie D'Amelio的Coco、Dwine Wade的Victor和Paris Hilton的Ember这样的角色。 该公司计划增加更多,但没有后续行动。 Meta为他们的肖像支付了一些名人数百万美元。 尽管与名人相似的机器人遭遇挫折,但Meta仍然看到了AI聊天机器人的潜力。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过去曾表示过兴趣。 该公司已将其MetaAI助手集成到各种平台中。 三星正在强调其Galaxy Z Flip系列被执法部门采用。 两年前,这些设备是密苏里州警察部门试点项目的一部分。 在成功之后,更多的部门签约,解决方案现在正在五个州的25个都市警察部门扩展。 Flip设备与Visual Labs合作进行了定制,以便于现场记录。 据Digitimes称,即将推出的iPhone 16 Pro和iPhone 16 Pro Max被广泛预期支持WiFi 7。 这将允许设备同时使用2.4GHz,5GHz和6GHz频段,提供更快的速度,更低的延迟和更可靠的连接。 WiFi 7预计将提供超过40Gbps的峰值理论数据传输速度,与WiFi 6亦相比,有显著增加。 供应链分析师Jeff Poo此前传闻iPhone 16 Pro机型支持WiFi 7,这些设备将于9月发布。 iPhone 15 Pro机型已经支持WiFi 6,1. 而iPhone 11至iPhone 14机型支持标准WiFi 6。 据D-ELEC报道,预计LG Display将成为明年iPhone SE4的OLED面板的二级供应商。 据传iPhone SE4将拥有类似iPhone 14的设计,具有OLED显示屏、面容ID、USB-C端口、操作按钮和全屏无主页按钮的外观。 其显示尺寸预计将增加到6.06英寸,并将首次使用OLED。 京东方将是主要供应商。 过去,苹果只有京东方为基于LCD的iPhone SE面板供应,但是京东方的OLED iPhone面板出现了产量问题, 让LG Display作为二级供应商可能是苹果的预防措施。 iPhone SE4的面板价格较低,因为他们使用了注入iPhone 13和iPhone 14中的遗留部件。 因此供应商不需要新的研发投资,显示器制造商至少从去年8月就开始竞标。 大规模生产预计将于今年10月开始。